欢迎来到卡路里兄弟 今天我在一座购物中心的地下停车场 一个市中心非常繁华的地方 发现了一座地下停车场里的汽车博物馆 有一些产品其实还是非常值得介绍的 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吧 非常有意思啊商场的电梯一出来 就能看见二十多台都算还经典的老爷车 下面我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出来看见第一台车是阿发的Coupe 一台非常经典的日式跑车 一个硬顶的敞篷 但这个车在国内是没有引进的 所以这应该也是我第一次在国内见到这款车 往前走 八十年代的JEEP木马人 可以看到它的整体的设计风格 汽车现在的木马人的区别也不是特别的大 然后也是有这么一个可拆卸的顶棚的设计 非常的经典 下面这一款呢是一台劳斯 九十年代的银次 这个车呢其实不算罕见 但是蓝色车漆以及双腰线的这么一个设计呢 还是非常漂亮的 如果喜欢看港片的肯定对这台车是不陌生的 下面这一台车况看起来不太好 而且改的还有一点不是特别尊重原厂 宝宝的Z3可以说是胖德的Z4的爷爷被的车型了 然后是一台JDM车迷应该会非常喜欢的车 日产的S15也叫飞机 这台在飘移的场合非常受欢迎的车 也是一台非常喜欢日式跑车文化的小伙伴们非常喜欢的车 这一台我觉得应该是整个在这个展示空间里面最棒的一款车 也是我个人最喜欢一台车 是一台大红旗 当然红旗的那些具体的型号 比如CA770或者CA72呢 我不是特别的熟悉 就不给大家在这里搬门弄斧了 但是据我所知 这台车是有路权有手续 可以合法上路的 在中国现在为宿不多的大红旗 真的是非常的珍贵 而且整个看起来翻新的橙色 以及整个这种终于原厂的程度 包括类似的这么一个新的程度 其实是非常漂亮的 非常珍贵珍惜的一款车 这应该是基于90年代的凯迪拉克Fleetwood 做的一台家常的礼宾车 其实90年代在大城市里边 大家结婚会非常愿意用这款车作为一台婚车 然后这个皮底 也是在当时非常的有标志性的这么一个设计 但是这台车的车名 我看它写的不是Fleetwood 有可能和整个制作的这个改装场有关 因为它的这个家常 我看起来其实做的还不错的 相比于国内原来的90年代常见的那些家常来讲 这个车的整个的品项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又是一台非常稀有的车 一台宾利的雅骏 可以看作是一个双门的雅致的长空版本 在国内也是非常非常难得一见的 而且这个乳白色的颜色也是非常的漂亮 我认为这个年代的宾利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优雅的时代 同样的再往后面看 同样是一台非常优雅的跑车 捷豹的XK整个的造型 整个的这种风格 其实都是非常复古的 我真的真的非常喜欢英国车 而它旁边呢 是一台捷豹的MK系列 这个车呢其实就是经常在 像Together啊这些 或者是一些英国的玩笑里面说的 小偷最爱开的车 因为它的后备箱空间非常的大 也是在50年代60年代非常流行的一款捷豹的销车 看来这个地下商场汽车博物馆的所有人呢 应该是非常喜欢 老斯莱斯的一位博物馆的藏家 因为我看到这里又有一台银翅 而且呢也是和前面那台车相接近的一个蓝色偏紫色的设计 并且用上了双腰线 这个就不过多介绍 保持S356如果这台车是真的 那它应该是一台非常稀有的车 当然 咱说之前在网上也有人讨论过 有人认为它是一台复刻的 从这么远距离或者是不触摸的来看呢 当然无法辨别它的真伪 但是整个即使它是一台复刻的车 也是一台做的还比较精致的 或者说基本上还原了356神态的这么一款车 这两天还有一个新闻就是摩根 时隔20年终于发了一款新车 而在国内见到这么一台摩根Aero 8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 而且呢这台车据说也是有牌照有路权的 最上经典的一个很原始的汽车 很英国的汽车 逛了一半 接着来逛这个地下车展的另外一半 另外一半的一开始呢是一台劳斯达斯的银云 其实劳斯达斯价值并不是由它的连带所决定的 比如这台银云其实在海外来讲 就没有特别高的收藏价值 甚至比一些更现代的车型要更便宜 并不是说看着像一台劳斯达斯老爷车 它就一定非常的贵 而旁边呢同样又是一台银次 真的这个长家应该是非常喜欢劳斯达斯 或者说非常喜欢银次 而载车可以看到它的头灯和之前的那两台是不一样的 我没有理解错或者是以我的知识储备啊 这个头灯应该是针对美国市场所配置的 接下来呢同样是一台捷豹 说明这个长家应该是对英国车情有毒中 捷豹的XJS是非常修长的一台跑车 也是在XK之前大概在70年代和80年代捷豹的一款当家的跑车 我先看是一台奔驰的R107的SLE 也就算是现在SL车型的一个前辈 这台车土上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车型 而它的敞篷车型我认为是更经典一些的 这个车其实也是展现了这么一个80年代 德国跑车非常流行的样子 画风突变出现了两台小可爱 一台敞篷的甲克虫 其实敞篷的甲克虫我们是特别的了解 不知道后期在洛西哥海里有没有生产 而这旁边其实有个简短的介绍 他说这台车是德国生产的 而具体来讲我觉得我也不敢给大家保证 但是敞篷的老甲克虫确实是相对于硬领来讲更罕见一些的 旁边的这个就真的是画风突变了 还挂着牌照一台来自21世纪的 但是设计风格是非常复古的车PT Cruiser 为什么这台车多花了几秒钟来介绍呢 因为我们公司也有一台 然后把它改成了一个还比这台车更酷的样子 后面又是一款触及到我知识盲区的车 应该是一款前苏联或者俄罗斯的车型 我感觉应该是一台富尔加 但是我印象上富尔加比这个车会更宽大一些 就暂且认为它是个富尔加吧 如果有知道答案的小伙伴也可以在评论和单谋里告诉我 来让我也学习和增加一下知识 后面又是一台老斯莱斯的Silver Shadow 比银次呢其实更稍微久远一点 应该是来自70年代的这么一款老斯 同样的其实这台车也并不是一款在拍卖市场 或者是在收藏市场特别受欢迎或者价格 非常高的车 又有一台小可爱老款的Mini 我们隔着这个隔离带 我看比如从方案盘来讲 应该是一台比较现代化的Mini 应该是90年代初产的 当然从59年诞生到2000年停产 其实Mini基本上就保持了同样的尺寸 同样的造型 这也是Mini到现在也非常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这台车我觉得应该是整个展览里面 可以交最罕见或者是最有价值 或者是最值得介绍的一款车之一 同样是一台红旗 但是一台大敞篷 当然我也是说了 对于红旗我的研究不深 不知道 比如这款车是不是自己用大的红旗 割掉车顶来改的 但是看起来 其实确实也是非常流畅 非常的自然 看起来就是一台自然的敞篷车 如果要评选里来到这个车库最应该看的车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两台红旗 第一它非常罕见 第二这也是我们民族工业汽车工业的骄傲 喜欢美国车的观众呢 就千万不要错过 下面这款车呢 凯尼亚克59年的DV 大家会叫它大火箭 这台车呢就是猫王的最爱了 其实在许多的美国电影当中也都出现过 可以说是一个好莱坞的标志性的符号 美国车在50年代在石油危机前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元素和符号的车型 最后要聊两台车 左边这一台 大家可能认为它是一台老四代四 其实不是它是宾利 在宾利和老四代四分家之前的80和90年代 其实两家的车型是长得很像的 特别是在这款车有点像我们刚才介绍的 实现了很多次的银色 但是不是它是宾利的Turbo R 可以看到更经典的 它用上了英国的这种绿色 而到了雅致和银天使的时代 其实两家的车型也是长得非常像的 当然一个归入大驻门下 一个归入宝马门下之后 两家的设计 两家的车型就完全区别开了 最后一台呢 同样是一台Snever Shadow的影翼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长家的主要路线就是收藏一些 它觉得看起来非常高贵 看起来非常高级的这种英国车 同样的可以看到这台车也有一个腰线的设计 也有一个像蓝色或者紫色的这么一个车身 配上一个品点 如果在全场的劳斯莱斯里的挑选一台最喜欢的 我觉得应该是最后的这一台 劳斯莱斯的Snever Shadow 在这个购物中心停车场的古典车展的车呢 就带大家简单的浏览或者介绍到这儿了 最后还是要回到这台大空气身边 因为我真的太喜欢这台车了 其实这下边这些车我记得原来是有一个比较棒的小博物馆 这么一个展示空间的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又流落到了像这样的一个地下行车场里 其实对这些车的保存都是相当不利的 在这里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比较珍稀或者珍贵 甚至说对中国汽车工业有一些里程碑纪念的这么一些车型 希望他们还是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安身之处吧 但是呢在这样一个地下行车场里的展示也能够让更多的观众 或者更多的喜欢车的小朋友或者喜欢车的朋友 近距离的接触到他们 所以说我觉得这既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 也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吧 这个行车场的地址其实因为它下面也有一些介绍 证明其实公开的可以告诉大家的是 在重庆市蓝岸区的东源1891的这么一个商业体的地库里 如果你在重庆或者是有兴趣来探访这些车 可以到这个地方来邂逅他们 我是廖青 感谢你关注这期的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